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301章 玄林道尊的视线落在林峰雷龙分身的右前爪上 就见那只龙爪已经重新恢复银白色 刚才那绝对是纯雪太古天龙的龙爪 末法之境 妖龙的力量 当年他断天龙坤一爪 原来是炼化到自己的这具分身中了 此前他和九幽皮天镇 还有通天大圣短暂交手时 一直没有显露出来 此人当真心思深沉 现在他又是否已经将实力全部展现 他还隐藏了多少手段 此刻在郑一道尊和玄林道尊面前的林峰 神色平和 雷龙分身收了原形真身 重新化为人形 也站到神舟顶旁边 郑一道尊神色平和并不沮丧 而是静静地看着神舟顶 栩栩地说 神舟谋逆杀下皇的明皇 上古年间为古皇和本贯星河祖师 统帅神舟群雄 废处推翻 阁下和本贯也有渊源 还请阁下能够三思 下皇陛下的陨落 本贯亦深表遗憾 也完全在预料之外 神舟顶默然 对于郑一道尊的话 没有任何反应 林峰的战神分身站在一旁 左手搭在神舟顶上 右手则捏了一个法绝 巨大的神舟顶顶身内部 突然间紫气翻涌 滔滔不绝 林峰平静地说 神舟顶 你是造化法宝 园灵意志虽然宏大 不显于外 但你有完整的自我意识 何去何从 你自行决定 汪林的大魔分身 回到林峰身后 微微一笑 之前的事情其实已经表明 但凡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 神舟顶肯定不会选择太虚冠 甚至其他条件太虚冠 优越一些的情况下 也未必能得到神舟顶认可 玄林道尊静静地说道 西年世杀夏皇的明皇已经复生 不管是本贯还是那位玄门之主 都有心将之诛出 神舟顶微微震动了一下 玄林道尊则接着说 此聊现在行踪莫测难定 不过本贯手中已有线索 林峰看着玄林道尊心中想道 他们果然也在怀疑 明皇隐藏行踪与明海有关 只是不知道他们对于明海 到底了解多少 正义道尊和玄林道尊神色 都没有丝毫变化 他们知道 玄门天宗与长生古界之间有联系 西年长生古界中明海突然开裂 疑似与明皇有关的消息 林峰多半有渠道获知 所以此刻也并不在意消息外泄 毕竟太虚冠中有人能够引动明海之力 并非什么特殊的隐秘 就在大千世界五年前 太虚冠太上长老会成员吴孟奇 在天荒广路太华山 为了抵御妖族进攻 被迫引动明海之力 结果虽然暂时守住了太华山 支持到了太医道尊等人自领海返回 可太华山本身也被淹成了一片死地 这些年来太虚冠日以继夜地 引白云山的天一真水清洗太华山 虽然卓有成效 但是仍然没有彻底完工 让太华山重新恢复旧貌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吴孟奇之前 传闻中太虚冠也有人 可以引动明海之力 可是时间较为久远 除了太虚冠自身内部以外 外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其中的具体相情了 明海中虽然多灾多解 但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 不说别的 幽冥邪皇 久悠阴风这些力量 若是设法掌握了 也必然极为可观 但却从不见过 太虚冠修士驱使驾驭 是真的不曾掌握 还是觅而不发 如果是真的不曾掌握 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太虚冠那个可以引动明海之力的太上长老 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而神舟鼎在听到正一道尊的话之后 则微微震动 发出了一声又一声低沉的鸣响 在星空中回荡 它是夏皇纪念的造化法宝 但独立自主性远超过运灵技术 化身技术或者是大成技术的法宝 在夏皇身孕之后 只要他自己不愿意 更是很难有人可以收服他 夏皇之死 对神舟鼎来说 说重要也重要 说不重要也不重要 作为造化法宝 神舟鼎本身思想意志 介于一个有之生命和一方造化世界之间 他具有情绪 但情绪不能完全左右他 他做出决定 更多的是顺应天地大道 顺应大千世界的道理 也顺应自身所化造化世界的道理 所以虽然对正一道尊表现出恶感 但神舟鼎的这种恶感并不强烈 只不过当其他条件 没有太多差距的时候 针对明皇的恶感 针对太虚冠的恶感 就会让神舟鼎的决定 表现出倾向性 林峰看着微微震动的神舟鼎 笑了笑 神识意志与之沟通联系 不管是太虚冠还是本作 都掌握了有关明皇下落的线索 而这线索便在于明海 本作和太虚冠双方击毁均等 如何处置 阁下请自行做决定 神舟鼎的震动陡然停止 一道宏大意志与林峰的神石相接 但却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只是平静地与林峰接触 林峰坦然面对 他可没有匡骗神舟鼎 虽然不知道太虚冠 到底对明海了解多少 但从现在手头掌握的情报来分析 太虚冠只怕还未必有他的线索多呢 虽然他手头的线索 还停留于纸面阶段了 对此呢 林峰也没有隐瞒 坦然告知神舟鼎 神舟鼎与他神石意志相接 在林峰允许的情况下 他可以知道林峰是否坦白 至于如何做决定 那就是神舟鼎自己的事情了 不过神舟鼎也没有让林峰失望 顶中沸腾的紫气突然间平息下来 在顶中波澜不惊 仿佛平静的水面 很快 水面中突然浮现一圈涟漪 多个人影从中飞出 陈星宇 郭朝阳 穆轩 六行剑 赵明秀 善祥 杨昭 丁润峰 范雪峰 太虚冠众人 全部都被神舟鼎抛飞出来 在神舟鼎内 茫茫紫气之间 蔡凤舟收了祥云庄 一脸苦笑 感受着整方世界对自己的排斥 终于还是摇了摇头 一动不动 任由神舟鼎将自己送出去 他再要硬扛 就要面临造化法宝神舟鼎的镇压了 神舟鼎外 眼见蔡凤舟也被神舟鼎送了出来 郑一道尊和玄林道尊 倒是没有修脑之感 反而一起在心中低叹一声 不管是此前神舟鼎 同林峰联手对战 郑一道尊与太虚胜殿 还是他现在将蔡凤舟等 太虚冠修士送出来 其实都与当年因果有关 圆圆相报 恩怨难说 夏皇所言不无道理 只是实在是可惜了 郑一道尊同样目睹 神舟鼎所呈现的光影 想到夏皇当时的感叹 也心生相同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于他而言 也是一闪即逝 对于郑一而言 他此刻开始思索的问题是 神舟鼎落入林峰和玄门天宗之手 会有怎样的后续影响 如果不发生重大的意外 太虚冠此时想要从林峰手中夺取神舟鼎 希望已经极为渺茫 一方面是因为林峰的实力再次超出异计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神舟鼎自己做了决定 想要让一件造化法宝更改决定 或者说你强迫一件造化法宝 实在是难度太高了 至少对于太虚冠目前在星海中的力量来说 有林峰站在一旁 想要神舟鼎改变主意难度太大 而对于郑一道尊 玄林道尊等人而言 神舟鼎落入林峰与玄门天宗的掌控 这绝对是一件糟糕至极的事情 本就处于自身强势上升器的玄门天宗 神舟鼎为其所用 必然将产生更加明显的助推作用 使得玄门天宗实力进一步高涨 神舟浩土如今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 唯一制约玄门天宗的因素就是时间 而神舟鼎的存在 将大大消解时间底蕴 对玄门天宗造成的困阻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302章 林峰站在神舟鼎旁边 屈指轻轻弹了一下巨大的鼎身 几个人影便也从神舟鼎中飞出 以石天号为首 岳红颜 李元放 洛青武 还有一众晚辈弟子们都落在他身后 这却不是他们被神舟鼎排斥出来 而是在林峰受益下出了神舟鼎 注意的浩阳分身 则继续留在鼎中 林峰目光视线扫过太虚观众人 目光在六行剑上 微微停留了一下 此宝是随谁一起行动 林峰神识向身后众弟子们问道 岳红颜答道 是随一个太虚观女弟子一起行动 此女是庞杰的弟子 林峰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心中微微有些感慨 西年在他元英出城之时 还曾经亲自与庞杰和六行剑交手过 彼时的自己去后未成 刚刚开山立派 而庞杰则是天之骄子 当时的太虚观天下行走 人中龙凤 此后再见 则是瑜伽祖地时候的事情了 那时的庞杰经过白云山中前修 终于成功正道元神 只是一切却都是徒劳 双方不仅仅是实力 连地位也已经完全颠倒 那个时候起 能和林峰平等交流的人 已经变成了燕南来 匡横玄林道尊这样的庞杰师长一辈 而庞杰本人也因为在自家师弟身上 留下献祭刻印的缘故 被太虚观内部镇压 如今庞杰依旧被太虚镇魔碑镇压 再建西年他的随身法宝六行剑 宝物护卫之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弟子 而此刻与林峰地位对等之人 也变成了太医道尊正医道尊 这样的太虚观上代其诉 林峰自己西年交手过的敌人 如今便是对上他的弟子 也未必是对手了 饶恕林峰现在心境颇为稳固 这时也禁不住生出一丝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的感觉 他没有感到得意 也没有感伤 虽然心生感慨 但是心境很平和 如果要问他此刻的想法 那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对人对己都是如此 林峰视线看向正义道尊 玄林道尊和蔡凤舟平静地说 星目的开启已经到了尾声 此地事情刚好了结 正是赶过去的时候 本座先行一步 三位道友自便就好 说吧 林峰法力将石天昊和汪林以外的人 全部卷走了 战神分身收了两仪生灭阵 托起神舟顶和雷龙分身 一起向远方顿去 在那个方向 星光璀璨耀眼 彻底连成一片 化作星光的海洋 浩瀚而又诡秘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蔡凤舟苦笑一声 向着正义道尊一礼 哎呀 正义师说 凤舟让您失望了 正义道尊摇了摇头 啊 怪不得你 玄林道尊双目之中 万千情绪此刻全部散尽 只剩下一片平静 师伯 星目那边 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太上破阵谷 和虚空阴阳中的法宝园灵 太古仙与阴阳风 此刻就站在他身后 两老都没有说话 他们两个随便哪一个站出来 都是大成级数法宝中的佼佼者 实力更要超过绝大多数核道强者 但是 在接下来的相当一段时间中 他们都无法再化身为 造化法宝太虚圣殿了 一旦解体 想要再次合并 有一段漫长的时间间隔 正一道尊此刻也有小伤在身 太虚冠眼下在星海中的力量 其实是不增反降了 若是能收服神州顶同行 那自然可以弥补损失 力量还有增长 但现在的结果 却是临风得到神州顶 实力增长 而太虚冠自家实力下降 开启星目 需要至少四座星海之门 星目那边此刻肯定大腰云集 正一道尊等人赶去星目那边 能有多大的收获 着实是个未知之数 若是能得到神州顶 那么接下来太虚冠形势 把握就大了许多 但现在的情况是 星海之中太虚冠 本就无法彻底掌控的局势 已经越发地脱离控制了 正一道尊 正一道尊左手在右手臂上一抹 被雷龙分身抓出来的五道伤口消失不见 但他身上还是隐约能感受到一些不协调的气息 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伤势 但想要彻底根除非一息之功 星目开启非同小可 龙族很可能也插手其中 我等前往弄明白其中虚实后再行定夺 正一道尊说吧 遍及一招手 太古仙和阴阳翁的身影消失不见 太上破阵谷与虚空阴阳中 化作两道流光 被正一道尊袍袍卷了 然后正一道尊便静字也向着星目方向行去 玄林道尊和蔡凤舟一起点头 蔡凤舟法力一斩 将一众晚辈弟子卷了 和玄林道尊并肩跟在正一道尊身后 正论呢 玄林道尊平静地问道 郭朝阳沉声答道 启秉师伯祖 万师弟为玄门天宗弟子唐骏所杀 蔡凤舟皱眉 原因呢 郭朝阳并没有闻过是非 一五一时将杨昭告知他的事情经过 转述给蔡凤舟和玄林道尊 听了郭朝阳的陈述 蔡凤舟仰天长叹一声 玄林道尊面无表情 正论是本官弟子 不论对错 本官自有门规处置 如今为玄门天宗弟子所杀 孰不可忍 近日起 本官元神境界以下弟子 新天一向历练 便是在公平挑战中 击杀玄门天宗弟子唐骏 历练任务等级假中 若唐骏结应 历练等级自动升格为假上 完成此历练之人 直接来我面前报备 唐骏是在近乎 以一敌三的情况下 击杀万政论 所以 太虚冠船人 若想要找回厂子 最不计 也必须是一对一的公平挑战中报仇 围杀 暗算 扶杀一类的手段 丢的是自己家的人 而对于公平公开的鄙视挑战 只要双方境界差距不是太大 那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只不过 太虚冠这一次 从一开始 就是奔着生死斗而去 同时 鉴于唐骏以往的战绩 太虚冠弟子 想要一对一击杀他 难度不是一般的高啊 甚至很大的可能 被唐骏反杀 玄林道尊名言 若唐骏结应 则这项历练任务的等级为 甲上 这是太虚冠内部 针对原神境界以下 弟子的历练任务难度 最高的级别 难度最高 危险也是最高 古往今来 甲上级别的历练任务 在太虚冠内部 本来就不多见 而能够完成者 更是凤毛麟角 最近数千年时间以来 自身原神以下境界修为时 完成过甲上级别历练的 太虚冠弟子 只有林道涵一人 而一般来说 原神境界以下弟子的历练安排 虽然由太虚冠原神前辈们布置 但肯定是不会劳烦 玄林道尊这样的太上长老 即便是玄林道尊 自己的亲传弟子 庞杰当年 也是同样的 但是这次 不仅仅是玄林道尊 亲自设定历练目标 完成历练的弟子 也可以直接来找他复命 一众太虚冠晚辈弟子 心中振奋的同时 更多的则是凝重 虽然都非常的眼热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大部分人的视线 都落在陈兴宇和郭朝阳 二人身上 太虚冠中其他弟子 暂且先不说 此刻身处星海中的传人里 穆宣天地法相已碎的情况下 唯有陈兴宇和郭朝阳 最有希望 毕竟 元英中气的单祥 都不是唐骏对手 而陈兴宇和郭朝阳 虽然还只是元英初期 但实力却更在单祥之上 实力不到一定的层级 莫说完成这项历练 能否保命都是未知 郭朝阳 陈兴宇二人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恭敬的一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一千三百零三章 玄林道尊说话的时候 蔡凤舟没有插言 一直沉默着 这时开口说道 每一个人都该用心修炼 惯例设定的历练任务 每个人都可以领取 也都该以此为目标 磨炼自己 善祥 范雪峰 赵明秀等人文言 都是一醒 心中凛然 连忙点头称事 蔡凤舟摇了摇头 没有再跟晚辈弟子们 继续多说什么 而是法力传言给玄林道尊 后辈弟子的培养上 玄门天宗 有后来居上之事啊 玄林道尊没有说话 极为少见地叹息了一声 半赏之后才恢复蔡凤舟 所以我才定下这个历练任务 能有人完成是最好 就算无人能完成 也希望能起到鞭策激励的作用 话是这么说 但蔡凤舟却能从中听出几分露默之情 虽然彼此立场想法有差别 但到底相识多年 蔡凤舟深知对于一贯要强的玄林道尊来说 给晚辈弟子设定一项历练任务 自己却也没有把握弟子一定能完成 更多希望能起到鞭策激励的效果 是一件多么无奈和受挫的事情啊 虽然局势越来越失控 把握越来越小 但接下来未必没有机会 玄林道尊目光中的落寞之情 很快消失不见 重新变得一片平静 心态重新端正 尤其是神舟顶 此报太过重要了 蔡凤舟点了点头 承认玄林道尊所言不错 对于太虚冠来说 神舟顶这件造化法宝 一方面可以炼丹炼药 另一方面用来斗法也是极为强大 毕竟造化法宝难得 而人族末法之境强者 对上末法大妖 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吃亏 毕竟大妖显化原形真身后 实力会大大提升 若是能得到神舟顶便罢 若是神舟顶最终 终究落到玄门天宗手中 那原计划真的要尽快实施 玄林道尊静静地说道 此次从星海回去 我们要针对虚空战场 展开一次搜索了 听见玄林道尊的话 蔡凤舟沉默了一下后 徐徐说 确定要这么做吗 这是太上长老会议上 最终达成的决定 蔡师弟 你当初投的弃权票 最终实施的时候 也可以置身事外 玄林道尊静静地说 决策有对错之分 而方法只有好坏 无所谓对错 这是可行径最高的方法 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消息 或许他们其实已经 落入明殿手中 只是对方觅而不发 在等待时机 玄林道尊点了点头 有这个可能 但需要做最终的确定 如果可以 希望能出动昊天静 做一次搜索 不攻击的情况下 应该不会延缓 昊天静的恢复 只是需要我们 多花费一些精力 蔡凤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简单答道 需要我出力的时候 我会参与 两人一路谈话间 已经靠近星目的边缘地带 只见眼前一片光的海洋 点点星光 仿佛一片片起伏的波涛 翻滚不息 正义道尊 玄林道尊和蔡凤舟三人的视线 一起落向远方 林峰师徒也已经到了 师父 太须官的人跟上来了 十天后 看了正义道尊等人一眼 笑着说 林峰微微一笑 他们也不是全无机会 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但是在失去太须圣殿 正义道尊本人 也被维持轻伤的情况下 他们实力受损 会更加审慎 但是 也会更加倾向于后发之人 林峰的视线上下扫视着 面前耀眼的星光宇宙 动手早了 底气不足 动手晚了 又容易一无所获 其中分寸拿捏 很考验正义道尊他们 林峰仔细观察了这片星域 汪林也是同样的动作 环顾四周之后 微微醋眉 外围太平静了 一个妖族都见不到 要是想要伏击他们 这反而有预盖弥彰之险 也未免太过简陋了 而是说 是须而时之 顾步一阵 肯定会防着我们和太须观 不过 不需要特意在外围布置 那是送上门来给我们啥 在拥有星海之门的情况下 他们身处星目范围内 有其他人也进入星目 那些妖族们 多半会有感应 林峰说着 化作人形的雷龙分身 摊开手掌 掌心一道细细的光线 向着远方星空延伸 顺着这道光线 就见一座巨大的门户 在宇宙中若隐若现 受到光线的牵引 向着林峰这边飞来 另一边 郑一道尊等三名太虚观大佬 看见那座门户 目光都是微微一明 这自然便是属于林峰的那座星海门户 被雷龙分身牵引到了近处 雷龙分身驱止在门飞上轻轻一扣 星海之门上顿时涌现出重重光芒 这光芒并不耀眼赤裂 而是显得非常柔和 远远扩散开来 同众人面前那片耀眼的星海相连 林峰的雷龙分身 双目之间隐约有光滑闪动 众多景象缤纷呈现 星目的大门即将最后开启 怕是不能等了 林峰眉头轻轻一蹴 手掌在星海之门上拍击一下 然后门飞上涌向的柔和光芒 便将他和十天号汪林一起笼罩 林峰向前行去 踏入了面前耀眼的星光之海 在远方 正一道尊双手一起捏了一个法绝 头顶光影浮动肩 那光芒非常的朦胧 仿佛隔着一层青纱似的 但还是渐渐凝结成了一片圆镜模样 这静光一出现 周围宇宙中闪耀的星辰 仿佛都停滞下来 不再闪动 陷入静止 在镜面上呈现出的影像 犹如一幅静态的画卷 描绘出星海的波澜壮阔 被这静光笼罩之后 正一道尊 玄林道尊和蔡凤舟三人身上 已仿佛笼上了一层青纱 变得模糊不清 三人这才脉步 也进入眼前星目所在的光之海洋 正是踏足这片星光之海 林峰等人眼前景象 顿时就发生了变化 从外界看 是一片片耀眼星光连成一片 仿佛光海 而进入其中后 入眼处则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一梁一柱都极为巨大 肉眼难以直观地估测其规格长度 汪林的大膜分身 身形彻底展开的话 身高万丈 但是身处其中也仍然显得渺小 宫殿的所有建筑结构 都是由星光凝聚而成 星光是如此的凝炼 与实体无异 只是宫殿荒凉苍老 结构外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非常古怪 而且不怎么符合人族 对殿与楼阁的审美 不过 这宫殿建筑上 一道道不停流动的光纹 让人看了心生赞叹 仿佛初天星辰在一起运行 玄傲莫测 充满了天地大道的无穷奥秘 林峰看了看那些光纹 嘴角微微露出笑意 不愧是星目之名啊 仔细观察一下后 林峰就发现 这些光纹的流动 虽然仿佛一颗颗星辰 在宇宙中移动运行 但最终的走向 都是灭亡的宿命 这些光纹中蕴含的道理 便是天地间寿命最为长久 亘古永存的诸天星辰 在星斗运行 星河徜徉的过程中 指向灭亡 指向宇宙洪荒最后的归宿 这宫殿不仅无比高大 占地面积意识极大 一座宫殿就仿佛一个世界 林峰师徒几人放眼望去 只见重重电雨 看不到尽头 而他们此刻 都还只是在星目的外围区域 距离真正的星辰 灵寝都还有不少的距离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 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一千三百零四章 一行人向前走去 石天昊触摸了一下 跟他们一起进来的星空之门 感知片刻后好奇道 太虚冠的人没有进来吗 恐怕已经进来了 石天昊和汪林对视一眼 他们没有触动心目静止 通过星空之门 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林峰淡淡地说 不要小看浩天镜 此宝妙用无方 功能多样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 这件法宝 就算是隔着两方世界的 介遇之力 也仍能发挥作用 只不过功效会有所减弱罢了 有些人眼中只看到 此宝杀伤力强大 忽略了其他妙用 而有些人因为没有亲眼目睹过 他强大的破坏力 所以便总以为 浩天镜就是个辅助性的法宝 有这两种想法的人 都有时偏颇 以后如何 咱们先不提 仅以过往和眼下来说 完满无损伤的浩天镜之强 天元第一宝 这五个字是最贴切的描述 即使受损不完满的状态下 也不容轻视啊 石天昊问道 太虚冠手上没有星海之门 那么他们是通过浩天镜 进入星海的吗 一旁的汪林 沉吟片刻之后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 之前种种迹象表明 妖族对于太虚冠 可以进入荒谷星海 也很诧异 同时上古纪元之后的时代里 也一直没有传出太虚冠 在荒谷星海中活动的消息 如果是拥有一条稳定的通道 能够经常进入荒谷星海 不应该一点风声都传不出来 由此可见 太虚冠这次进入荒谷星海 不说机会仅有一次 也绝对是有限的很 汪林话少 但其实心思颇为缜密 言必有重 而在林峰十天号面前 他也不吝啬话语 恐怕是用了某些一次性的神物 暂时打开了一条进入这里的通道 十天号点了点头 不错 是这个道理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没有其他太虚冠修士 进来支援他们 和咱们争夺神州顶 师徒三人一起走着 穿过重重殿阁 眼前突然开阔起来 一大片空地上 一座完全由星光铸就的高台 出现在林峰等人面前 在那高台之上 位居四方之位 正有四个巨大的光球 正在闪动耀眼夺目的光辉 每个光球都仿佛一个巨大的星辰 但是仔细看去就会发现 那光球之中别有一番景象 光球内部 还有点点星光流转运行不休 如同一方宇宙星空 无数星辰在其中闪耀 一个光球就像是一方宇宙似的 四个光球的旁边 分别站着几个巨大的身影 东边那个光球旁边 只站着一个身影 人面抱身 耳朵像牛耳 只有一只眼睛 一条长长的尾巴 被他自己咸在嘴里 正是先前围攻过林峰等人的 诸奸大圣 西边的光球旁边 则有两个身影 一个背生双翅 披有刺猬的毛皮 外形似牛又似虎 气息穷凶极恶 正是穷奇大圣 另一个气质高华傲暗 通体碧蓝 正是孔雀大圣 而南边的光球旁边 乃是一条黄龙 北边光球旁边是通天大圣 几个大腰的视线 此刻都紧盯着 为四个光球包围在中间的高台 光球上各延伸出一条锁链 与高台顶上相连 在那上面有一个四面尖塔 而这个四面尖塔 这时在轰然震荡间 开始从塔顶缓缓打开 四个三角面一起向四方展开 仿佛花苞绽放 耀眼光流从中间冲天而起 冲天而起的光流直达大殿顶部 与之相连 仿佛天柱 这巨大的光柱不断向着四周蔓延 渐渐笼罩整个高台 光柱内部有光滑流转不息 不停穿梭 就在这些光柱中 一枚枚亮晶晶的晶石从中浮现 一起向上升去 那些亮晶晶的晶石 形状规则不一 但是却隐隐感觉到可见脉络 仿佛动物的骨骼一般 看上去似是而非 但其中传出一阵阵雄浑 而又平和的灵力波动 如星辰般浩瀚伟暗 但是却温和许多 那就是星骸 数量很大 远方 郑一 玄林 蔡凤舟三位 太虚冠强者也来到这高台附近 看着光柱中 冉冉升起的众多光点 蔡凤舟沉声说 这么大的数量 看来自从上次两届战争之后 数千年时间里 雄母一直没有开启过 玄林道尊点了点头 此前 四座星海之门同时开启 只发生过一次 看来这次 妖族并未能联合在一起 开启星墓 所以 全都攒到这一次了 林峰看着这一幕 心知肚明 大妖们之所以联合 开启星墓取宝 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他手中掌握了一座星海之门 自从上古纪元之后 人族修士可以重新踏足 荒谷星海 这明显触动了 各大妖族的神经 不过 光是这样 应该还不足以让他们 这么快就相互妥协啊 恐怕还有天龙猿 成功立了终结的原因存在吧 他的视线落在那头黄龙身上 那赫然也是一头初节历节期的龙王 妖力波动 无比浩瀚 如果林峰所料不错的话 这位应该就是太古天龙一族中 黄龙族族主 黄身龙王 黄龙一族最广为人知的 天赋血脉神通 便在于妖力总量 雄浑无比 厚重如中央雾脊之土 仿若大地一般 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极为强大 不比较其他 单纯从妖力总量上来讲 黄身龙王几乎直追一旁 末法之境的通天大圣了 他若是成就末法之境 也将纯化血脉 成为昆龙王那样的太古天龙 实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古天龙作为天地骄子 一身金光身兼多重道理意境 并非简单拼凑 或者是后天融合 而是一种天赋神通 先天兼容诸多大道 强大而又奥妙 但不同种族的龙族强者 纯化血脉成为太古天龙之后 自身元属眷族的天赋神通 会进一步增长强化 明显比其他掌握的道理意境 更加精深 似黄身龙王和毕空龙王 如果都成就末法之境 成为太古天龙 那么在天赋神通相似的同时 彼此之间也会各有侧重 黄身龙王妖力更加雄浑 而毕空龙王的随身妖光 破法能力更强 在元龙王成功立了终结之后 其他大妖自然也生出了许多危机感和紧迫感 毕竟元龙王实力若是就此不停增强 最先承受其压力的多半是天荒广露其他妖族 新一代妖皇的登基必然伴随尸骨雷雷 若非龙族掌控悬海 又有林峰和太虚冠等人族强者在一旁盯着 其他妖族甚至有可能联手攻打龙族 这是龙族想要再次军临世界的必经之路 元龙王与昆龙王也都同样心中有数 既然暂时奈何不得龙族 那面对元龙王带来的压力 其他大妖们的选择就只能是尽量提升自身实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沐阳 后期制作叶子 星木中的星骸 便是近在眼前最合适的选择 虽然也要分龙族一杯羹 让龙族实力也进一步增长 但大家都增长 总好过都不增长 有所收获总好过坐以待毙 无动于衷 更何况 开启星木的过程中 也未必没有其他机缘和机会 至于龙族强势 会不会试图多战多得 倒不需要太担心 毕竟 圆龙王还没有从 历节虚弱期中恢复过来 圆龙王好不容易决定 忍辱负重一回 这个决心下了 就不会轻易打破 除非有他特别无法容忍的事情 而且这里是星海 不是悬海 圆龙王要真是进来了 尚处于虚弱期的他 能否横扫全场还是两说呢 毕竟临风手上 有一座星海之门 太虚冠也有人进入星海 毫不客气的说 一众人族强者 巴不得天龙猿 没有彻底恢复前 自己出悬海 黄身龙王虽然带有 龙族一贯的高傲 但此刻神色平和 显然也没有 多拿多占的意思 不过呢 黄身龙王仍然在时刻 注意着通天大圣 如果说可能发生变动 那无疑就着落在 通天大圣身上了 毕竟他是在场妖族中 唯一一个末法之境的强者 也是霸道惯了的人物 不能指望他多么守规矩 只是通天大圣这边 还没有动作 林峰和郑一道尊等人 就闯了进来 黄身龙王微微醋眉 人族修士是怎么进来的 莫非有一座星海之门 落在人族修士手中 他脑子一转 视线扫过通天大圣 孔雀大圣 穷奇大圣 朱坚大圣 顿时明白过来 哦 好啊 难怪一个个都这么急着开启星目 连悬岗通天都突然变得好说话起来 原来不仅仅是因为元王带来的压力 还有人族那边的问题 其他大妖联合起来 一起找上黄身龙王合谋开启星目 黄身龙王虽然有些纳闷 但只是以为是元龙王立终结让通天大圣等大妖感到了压力 却没有想到林峰手上居然会有一座星海之门 而且正义道尊等人也进了星海 几乎是瞬间 黄身龙王便闻到了阴谋的气息 直觉感到自己被通天大圣他们给坑了 林峰和正义道尊见到黄身龙王脸上最初的恶然之色 便都心中敞亮 知道通天大圣等妖族将之前见到他们 以及同他们交手的消息给隐瞒了下来 没有告知黄身龙王 其中包藏的祸心不问可知 但林峰和正义道尊对此并不在意 这其实正合他们的意思 妖族有利用他们对付龙族的想法 但只要能将没有恢复的天龙猿从悬海中引出来 他们才是求之不得呢 完全没有任何沟通 但是林峰和正义道尊不约而同地冲向黄身龙王 两个人都不缺谋划和忍耐力 但也同样不缺决断力 元龙王若是按捺不住 离开悬海进入星海 那自然是最好 他若是继续老龙背归壳 那就将黄身龙王留在星海 也能削弱龙族实力 元龙王不来 昆龙王来了也是同样 之前是不知道元龙王立终结 现在既然知道了 不管是林峰还是正义道尊 都会在局势可控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削弱龙族 而对于通天大圣等妖族来说 龙族单纯被削弱虽然也能接受 但是人族势大绝非他们乐于见到的 人族强者和龙族强者相互消耗两败俱伤 这才方便他们争取发展空间和时间 所以通天大圣等大妖没有落井下石 但也没有援助黄身龙王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收取星海上 同时也在观察遇袭的黄身龙王那边的情况 但黄身龙王终究不凡 骤然面对林峰和正义道尊两大强者的突袭 他当机立断 没有丝毫犹疑地直接放弃了眼看就要到手的星海 在意识到问题之所在的第一时间 立即显化圆形真身 他圆形真身的额头上 闪动一个诡异的图纹 图纹瞬间遍布全身 接着散发出夺目光彩 光辉之中无边无际 闪动黑色光芒 海水颜色却是一片纯金的大海 波光淋漓 映照着众人身处的大殿 玄海 林峰不由地微微一愣 眼前这一幕他此前见过一次 那是他五年前去天荒广路 与金蝉子昆龙王一战 最终昆龙王带着碧空龙王退走时 也是借助玄海之力 可是 应该只有末法之境的龙族 才能承受那个图纹刻印的力量啊 历劫七妖龙也承受不起才对 不仅仅是临风恶然 正一道尊通天大圣 穷奇大圣 朱仙大圣 孔雀大圣等强者 一时间都看得发愣 光芒闪动间 并非真的悬海降临 但是这光辉将黄身龙王一卷 便即直接消失不见 临风仔细感受那光辉 与印象中上次的情景对比 目光微微一宁 这图纹刻印被改良过了 更加玄傲 可以刻印在历劫期龙族枪者身上 是天龙元干的吗 心念一转 临风已经明白过来 元龙王渐渐从衰竭中恢复 实力确实是全方位提升 除了自身力量提升以外 对于玄海的研究与揣摩 也更加深入了 龙族很久以前 也出过力终结的强者 只是却没有类似事情发生过 看来随着占据玄海的时间越久 龙族整体对玄海的了解 掌控也就越深 等到元龙王成功立了终结 终于开始厚积勃发了 大殿内的四个光球 此时也只剩下三个 星雾渐渐有了重新关闭的趋势 大殿也开始不停动荡 通天大圣等大妖脸色微微一变 开始尽数搜刮星骸 同时也都紧盯着 林峰与郑一道尊等人 虽然眼前的只是林峰的分身 太虚冠的顶尖强者 也只是郑一道尊一人进来 但经历了当年 林峰与昆龙王金蝉子的大战之后 黄身龙王没有继续硬顶 果断退走 也在大家意料之内 只是没想到 黄身龙王竟然也能 像昆龙王当年一样 借助悬海之力顿走 速度快的超乎想象 完全没有跟林峰 郑一道尊交手 就没了踪扬 如此一来 林峰和郑一道尊的目光 也落在一众大妖身上 只是稍微一顿之后 完全没有交流的二人 再次不约而同的 选择了同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出乎一众大妖的预料 竟是在场妖族中 最强的通天大圣 黄身龙王出乎众人预料的脱身 一下子让通天大圣 朱坚大圣等大妖 变得尴尬起来 尤其是朱坚大圣 他心头已经浮现出了寒意 在场的妖族势力中 穷奇大圣和孔雀大圣 都是金鹏大圣麾下 可以相互帮衬援手 而通天大圣 则是毋庸置疑的最强者 唯有朱坚大圣势单力孤 天狼大圣被林峰弯了一眼 不仅仅是损失一颗眼珠子 那么简单 圆形腰身和腰魂都受到损伤 此前已经退回天荒广路修养 此刻星海中只剩朱坚大圣一人 毫无疑问 在黄山龙王离开后 朱坚大圣的实力最为担保 但是林峰和郑一道尊选择的目标 却出乎众人预料之外 盯上了通天大圣 这让一众大妖们刚开始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商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一千三百零六章 通天大圣更是怒意勃发 有一种受到屈辱的感觉 但怒火仅仅是一瞬间 很快通天大圣就醒悟过来 他们的目标 根本不是星目中的星海 甚至不是追求杀伤 他们要的是星海之门 在场一众大妖中 通天大圣身为末法之境的大妖 太古摩元一族当代族主 实力固然最强 但也正因为他是原族头号人物 所以属于原族那座星海之门 是在他个人掌控中 虽然此刻 星目大殿内的几个光球 一起合作打开星目 但这些光球并非星海之门本身 而是妖族强者们通过自身妖力 接引过来的星海之门力量的投影 门户本身并不在此地 龙族的星海之门自然掌握在元龙王手上 朱坚大圣接引力量的星海之门 则是天媚大圣亲自掌握 穷奇大圣孔雀大圣进出星海的门户 也是掌握在金鹏大圣手中 不管是黄身龙王还是朱坚 穷奇 孔雀 他们此刻虽然利用星海之门的力量 打开星目 但其实星海之门都不在他们手上 唯有元族那座星海之门的掌控者 通天大圣本人 此刻就在星目之中 他身旁的光球 虽然也是星海之门的力量投影 真实门户位置并不在此处 但通过通天大圣自然可以找到那座星海之门 所以虽然没有任何交流沟通 但林峰和正义道尊同一时间冲向了通天大圣 黄身龙王突然被悬海之力接引离开 让林峰和正义道尊也有些措手不及 但是很快他们就重新调整了目标 选择通天大圣 主要就是因为只有通天大圣的星海之门方便夺取 同时夺取猿族的星海之门 对于后续局势发展也非常有利 个人实力高下如何可以先不谈 太古摩原一族的祖地凌渊山力量极强 虽然不如悬海 但也非常可观 天魅大圣金鹏大圣若是丢了星海之门 想要去抢太古摩原一族的星海之门 难度很高 彼此之间发生争夺 龙族和原族都乐得旁观 坐收渔翁之力 但反过来 若是通天大圣丢了星海之门 他如果想要再谋求一条稳定进入荒谷星海的通道 惹不起原龙王和玄海 却会盯上天魅和金鹏 此前自己手头有一座 对于他人的星海之门 通天大圣虽然渴求 但是想法不会太过强烈 可要是自己的星海之门丢了 短时间内又无法夺回来 自然就会盯上其他人的 如果能因此引起妖族内部争端 对于人族强者来说 自然乐见其成 而且争端越大越好 局势越乱越好 卷进去的妖族越多越好 所以完全不用沟通 林峰和正义道尊 目标直指通天 即使不能将之击杀在此 也要夺下他的星海之门 虽然想明白了其中缘由 通天大圣也仍然感到怒不可遏 狂吼声珠 身形狂掌 直接显化了自身原形真身 只是他虽然威猛 攻击他的阵容更加威猛 林峰的战神分身双掌合一 然后再向两边分开 两仪生灭阵和神舟顶 同时在虚空出现 然后便一起朝着通天大圣攻去 与此同时 雷龙分身一声长啸 右前爪已经变成了一片金色 朝着通天大圣抓去 正义道尊也没客气 虽然太上破阵谷和虚空阴阳中 暂时无法化身太虚圣殿 但正义道尊仍然托起虚空阴阳中 然后伸手在上面一敲 一道道肉眼清晰可见的波纹 以虚空阴阳中为中心 向着四周围扩散 那一道道波纹 就如同一重重空间一样 将通天大圣笼罩在其中 紧跟着 正义道尊另一只手掌伸出 五指张开 掌心出一道道流光闪耀 弥漫开来 恍如波涛滚滚 无边无际的海洋 惊涛骇浪 海啸山崩 朝着通天大圣当头拍落 通天大圣怒吼连连 周身上下都被黑色浓雾笼罩 只有一对眼睛中 迸射出星红光芒 越发刺眼 他双臂张开 挡住正义道尊和林峰的雷龙分身 然后身形猛然一纵 避开林峰的两仪生灭阵 但是两仪生灭阵猛然反转 重新向他卷来 通天大圣双目一瞪 那对烟红如血的毛子 陡然间变了模样 瞬间化作深沉的黑色 两道浓烈的黑光从中喷发 朝着两仪生灭阵射了过来 黑光所及之处 虚空完全凝固 同林峰的两仪生灭阵 轰然对撞在一起 但通天大圣纵起的身形 也因此停顿 他的头顶上方 神舟顶砸落 光影闪动间 仿佛整方神舟浩土 朝着通天大圣压了下来 只听得轰的一声 锯顶重重地在通天大圣头顶 饶使通天大圣显化了原形真身 让造化法宝神舟顶这样砸在头上 一时间也被砸了个七昏八速 晕头转向 而林峰的雷龙分身 和正一道尊 已经又一同攻了上来 通天大圣 双目之中闪过凶光 浑身上下黑气狂涌 黑雾弥漫之间 林峰与正一道尊 竟然有些捕捉不到通天大圣的踪迹 明明就在那里 可是神识感知中 却是迷雾重重 捉摸不定 能隐约察觉到通天大圣的所在 可是却又似是而非 充满了不真实的感觉 到了林峰和正一道尊 如今的修为境界 心中会产生不确定的感觉 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 但现在对着通天大圣 他们确实有些把握不住 其真实所在 不过林峰和正一道尊 都神色平静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仍然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林峰的雷龙分身 再次变得似虚似幻 在气血磅礴的肉身 与团团光影之间变化 让一众大妖们 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林峰做法 整座星目都仿佛震动了一下 外界的无边星海 仿佛也受到波及 他们境界最低的 都是星魂合一层次了 祭炼星辰与妖魂合一 对于星辰之力了解深刻 此时赫然发生了一件 让他们集体怀疑 自己产生错觉的事情 一众大妖们隐隐感到 那漫天星辰运行的轨迹 竟然仿佛产生了细微变化 那无穷伟力 加持在林峰的雷龙分身身上 金色右爪继续抓向 笼罩通天大圣的黑雾 竟然将黑雾直接破开 露出通天大圣 也微微有些恶然的面孔 而在另外一边 郑一道尊身上 也出现悬而又悬 难以言喻 难以琢磨 却强大至极的光辉 那光辉如此平静 不要眼 不璀璨 不震撼 却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 正是太虚九重天 成天太虚悬光 这一次 所有悬光都聚集到了 郑一道尊的左手上 继续朝着通天大圣拍落 光芒到处 通天大圣深周的黑雾 也不停散开 准准地锁定了通天大圣本身 他此刻 其实距离林峰的雷龙分身 已经不远 正坐视欲扑 虽然遭到围攻 但这凶悍的大妖 在利用黑雾神通 暂时为自己赢得喘息之机后 直接选择强势反攻 从而打开缺口 杀出重围 可惜 林峰和郑一道尊 都有办法化解他的神通 护身黑雾 没能为通天大圣 争取到多少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眼见对手的公鸡再次扑上 通天大声闷哼一声 深周黑雾中亮起几颗明亮 而又璀璨的星辰 星辰与黑雾相融 彼此结合成一道道黑光 围绕在他的身边 助他一起抵挡林峰 和郑一道尊的攻势 但林峰的攻击仿佛海浪一般 绵绵不绝 心念洞出 神周鼎和两仪生灭阵 也攻了上来 神周鼎从上往下镇压 要定住通天大圣的身形 而两仪生灭阵彻底展开 就要将这大妖纳入阵中 通天大圣双眼中 胸利光芒不停闪耀 他这要是被两仪生灭阵 卷进去 不问可知 林峰和郑一道尊 神周鼎也会一起入阵攻击 到时候他再想脱身出来 难度可就大了 一念之词 通天大圣 突然裂开血盆大口 笑了起来 他大嘴一张 一道道光流 从嘴中喷出 却是一颗颗不规则的晶体 闪动温和的星光 正是他之前从星目中得到的星骸 通天大圣双眼目光 再次由红变黑 光芒射在那些星骸之上 所有星骸竟然在一瞬间 全部气化 变成了一道道气流 这时 本来动荡不安的星目 突然静止下来 流转不息的星光 仿佛也陷入停顿 正一道尊 微微愣了愣之后 瞳孔猛然收缩 星骸暴流 他瞬间收了攻势 向后飞退 林峰和正一道尊的目标 是星骸之门 朱奸 孔雀 穷奇 也很快明白过来 这让他们心中微微一松 有通天大圣 牵制林峰和正一道尊 他们便有了机会离开 黄身龙王突然退走 连带着他身旁的星海之门 力量投影的光球 也消失不见 四座星海之门 组成的阵势缺了一角 星目顿时开始趋于崩溃 不仅仅是大殿中央的高台 整个气势辉煌 规模庞大的大殿 都开始崩解 高台上的四面尖塔 重新合拢 不过其中大量星海都已经落入通天 朱奸等大妖手中 除了第一时间退走的黄身龙王以外 四个大妖都转了个盆满钵满 此刻林峰和正一道尊盯上了通天大圣的 星海之门 朱奸 孔雀 穷奇 自然准备直接退走 他们可没有心思 祝通天大圣一笔之礼啊 联手打开星墓 本来也就是暂时的合作 但是通天大圣突然将自己得到的星海 全部放出 这让在场众人都有些奇怪 玄门天宗和太虚冠钉上的东西 都是你的星海之门 你此刻就算将星海全部让出 也起不到买路的作用啊 孔雀大圣莫名其妙 你要是索性把星海之门让出来 或许还会引起 玄门天宗和太虚冠的内讧 可是放星海出来 起不了任何作用啊 穷奇和朱奸同样摸不着头脑 玄刚通天 你该不会认为 你让出星海 会引起我们贪念回头抢夺 然后帮你吸引玄门天宗和太虚冠的注意力吧 通天大圣自然没有这个打算 事实上 他连看都没看孔雀大圣一眼 他的注意力 时刻都放在了星海本身上 双眼中冒出的光彩 由红变黑 照射在一颗颗星海上 星海顿时全部气化 化作一道道气流 而本来正在不停坍塌崩解的星木 突然间陷入诡异的静止 看见这一幕 大圣们都愣了愣 脑海记忆深处浮现出了一些信息 他们都是根底身后的大妖 所属妖族在天元大世界历史上 都曾呼风唤雨 强者辈出 祖声流传下来许多隐秘的信息 只不过这些信息如今有很多 都仅仅只是传闻 孔雀大圣等大妖自己本身 没有机会亲自验证 所以很多时候会下意识地忽略 但是只要一丁点提示 他们就会立刻从记忆深处 将有用的信息挖掘出来 比方说 星木此前多年都在幽都一族的掌控中 而自幽都一族隐没后 今天以前星木始终未曾开启 孔雀诸间和穷奇自身 都是第一次进入 乃至于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亲眼目睹星木 以至于看到通天大圣的动作 他们才忽然想起一些事情 天元七海中 龙族掌控悬海 可以引动整个悬海的力量 镇压来犯之敌 也有传言 银海三山如果进入一人之首 那么此人也可以像龙族掌控悬海一样 掌控银海 天元七海可以说是各有妙用无穷 却也都是强大至极的力量 但是 星海与陵海 银海 悬海不同 西年人黄妖黄掌控星海时 虽然有其他诸多便利和妙用 但星海并不具备整方世界之力 共同攻击或者锁定一个目标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 当初神州鼎隐藏于星海之中 明皇和其后的古皇 丽皇才都没有察觉 此后 妖族重战荒谷星海 在神州鼎自身处于近乎沉眠的前提下 也没发现任何端倪 但事事无绝对 星海中并非全无危险 也并非完全没有破坏力和攻击力 只是其破坏力不像悬海和银海那样 可以被其他人自如掌控 星海一旦爆发造成破坏 是一种不可控的爆发 而这爆发的源头便在星目 这个信息孔雀大圣等大妖都知道 但是他们并不清楚究竟如何在星目引发星海爆流 毕竟他们三家祖上虽然传下来了许多有用信息 但没谁真正登集妖族圣皇之位 彻底掌控过星海 不过现在看见通天大圣的动作 又是身处星目之中 他们就算反应再迟钝也立刻醒悟过来 本就身处战局外围的几个大妖 立刻忙不跌地向着行江崩溃的星目外面飞钝 要离这里越远越好 正义道尊本人虽然也没有进过荒谷星海 但是他太虚惯 毕竟底蕴深厚 相关点集记载密文颇多 所以也在第一时间辨别出通天大圣意欲何为 通天大圣宁笑着看向林峰和正义道尊 将自己手头所有星海粉碎之后 长笑一声嘴一张 突然吐出一枚形状仿佛梭子一样的石块 这石块出现在星海之中 顿时光纹密布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石块投射出一个光影 却是一头人力起来的白色猿猴 双眼湛蓝 看似平凡 但气息无比恐怖 身处虚空之中 却又仿佛不存在于此方世界高深莫测 暴虐磅礴的力量 同虚无缥缈的气息结合在一起 矛盾而又统一令人观之心计 根本不需要特意分别 在场所有人都能认出 这头蓝眼白猴 必然是横行上谷 中谷纪元 妖族史上最强三大圣皇之一的 极皇 神渊灵极 灵极神猴一族 纵使也是强者辈出 但是唯有极皇神渊 才能有如此恐怖威势 仅仅是一道光影显化 就让人心惧不已 极皇神渊虽然陨落 灵极神猴一族也因此衰落 太古摩元一族主导权 重归通天摩元一族受众 但极皇当年留下的余音 仍然在发挥作用 除了强大的灵渊山以外 还有其他宝物留下 通天大圣此刻 手中这枚石缩 显然就是极皇所留 石缩漂浮在半空中 突然破碎开来 然后原本崩塌 暂时终止了星墓 还有仿佛一切 都陷入净止中的荒谷星海 这时轰然爆发出了 更加剧烈的动荡 通天大圣危险的目光 在林峰和郑一道尊身上扫过 连朱奸 孔雀 琼奇 还有石天昊 汪林 玄林道尊 蔡凤舟等人 也没有放过 他双目中的光彩 陡然变成蓝色 而那破碎开来的石缩 也化作一道蓝光 与通天大圣双眼中 射出的蓝光相合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308章 整座星木轰然坍塌 无尽星光化作乱流 开始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以星木为中心集中 那恐怖的威势 就仿佛诸天星辰连环破灭 亿万星光一起灭绝 然后一起向着中心碾压过来一样 林峰眉毛轻轻一扬 西年银海三山之争时 自己拿蓬莱仙山 撞大洲皇朝的方丈仙山 引发一场席卷 整个银海南部的大潮 但其中力量爆发之恐怖 也不及眼前这一场星海暴流 这一场变动 是集中在星木所在的 这一片区域上 波及面积有限 但在这片区域上 形成的破坏力 就更加可怕了 通天大圣宁笑一声 再次张嘴 喷出了又一根石缩 石缩散发出蓝色光芒 却是起到了防御作用 将自己护住 在这片已经彻底狂暴的 星空界域中得保平安 虽然无法控制 星海暴流的走向 自身也处于攻击之中 但凭借饥鱼音和自身实力 通天大圣 在造就这场乱流之后 还可以自保 他身边出现一扇巨大的星海门户 大门向着两边栩栩打开 通天大圣宁笑一声 不是想要本族的星海之门吗 先看你们自己能不能保住这条命再说吧 正义道尊第一时间放弃攻势后退 以至于林峰此时反而成了 与通天大圣距离最近的人 同时也是最靠近星目中心区域的人 对于星海暴流的情况 林峰事先是确实不了解 不过看见正义道尊等人的动作 再看四周动静 也立刻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嘴角不禁轻微勾动了一下 哼 所以我才经常说 情报信息收集很重要啊 否则人家在前面挖了个坑 自己都认不出来 还以为是一片坦途呢 林峰游游依侠地转头 看了一眼猪肩孔雀和穷奇 就见三头大妖此刻也不好过 虽然早糟了就向外围逃去 但是也受到了波及 不过身处边缘地带的他们 日子要好过得多 星海暴流越靠近星目中心 威力越强 而且是呈几何级数般增长 正义道尊虽然也及时后退 但情况比之孔雀大圣他们 又要糟了许多 将玄林道尊和蔡凤舟 一起护在身边 正义道尊神情也显得有些凝重 在他的头顶 一个朦胧光影浮现 仿佛一面圆镜 将太虚冠三人护住 因为正义道尊当机立断的缘故 他们距离星目中心区域较远 压力也要更小一些 林峰点点头 果然啊 老牌宗门的底蕴 往往就体现在不经意之间 雷龙分身手爪一挥 林峰所拥有的那座星海之门出现在身边 可是一推门之间 星海之门竟然无法打开 周围狂暴的星光竟然将星海之门禁锢住 干打本族主的主意 你这两个分身 还有你的弟子就全都死在这里吧 通天大圣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意 他之所以能打开星海之门 是借助了吉皇遗物 若非如此 星海暴流作用下 置身其中的星海之门也会被放死 对于通天大圣 林峰没有理会 心念洞楚 微微醋眉 星海这一次力量爆发太集中了 又不是身处同一方世界内 连两届虚空妙树也有些受影响吗 林峰的雷龙分身 身体环绕转动 他的战神分身和十天号汪林的大魔分身 都被巨大的龙身护在中间 战神分身双手法觉变幻 两仪生灭阵置于头顶 阵法展开 笼罩四野 难以计数的巨大阵纹 全都在飞速运转 共同组成巨大的法阵 法阵中心处 四十九个光点若隐若现 而在玄门天宗众人脚下 则是神舟顶展开自身光芒 仿佛化作厚重无边的大地 山川万物 分毫避现 林峰的战神分身 轻轻一点头顶两仪生灭阵 阵法突然间变了模样 化作一片蔚蓝天空 和脚下神舟顶力量 产生奇妙的共鸣 隐约间形成一片完整的天地 这片天地 正一 玄林 蔡凤舟 三名太虚冠大佬见了 都心中一动 真正的神舟好徒 竟然仿佛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的这座法阵 本身就可以同造化法宝对抗 神舟顶姿势更不用说了 现在双方力量联合 成天地之势 力量更加强悍了 玄林道僧看着这一幕 徐徐开口说 蔡凤舟也点了点头 看着林峰身处 星海暴流中心 正承受星目 塌陷之力压迫 万千星辰 破灭光流的冲击 开口问道 他能支撑住吗 玄林道尊沉吟着没有回答 而郑一道尊这时 突然出声了 撑不住 蔡凤舟和玄林道尊视线 都看向郑一道尊 郑一道尊神色平静 但目光也微微有几分凝重 如果是他本尊在此 或许还有希望 但他那句分身 驾驭阵法和神舟顶 撑不住 最多只要片刻功夫 就会被星海暴流冲破 玄林道尊难难自语 我被人族修饰 关于星海暴流最后的记载 便是上古末年那一次 两界战争 那次战争中 星海暴流发动 和其他力量汇聚 震随了荒谷星海 原先的戒与通道 化为六座星海之门 蔡凤舟盯着林峰 他的本尊 会降临此地吗 郑一道尊说 星海暴流 正在巅峰的现在 星海之门 还能否开启 很难讲 玄纲通天 可以打开星海之门 与神渊灵机所留的宝物 恐怕不无关系 玄林道尊抬头 看了看笼罩他们的 昊天镜静光 皱了皱眉头 神舟顶不容有事 他的那座星海之门 也是如此 不过要突破这星海暴流 昊天镜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加强 会延缓恢复的 带着星海暴流平息下来 星海门或许不会损坏 神舟顶 却有可能损伤 郑一道尊沉默了一下后说 等 玄林道尊和蔡凤舟文言 都点了点头 虽然突如其来的 星海暴流 让众人都有些 猝不及防 但眼前的局势 对于太虚冠来说 并不算差 唯一可律者 便是林峰的本尊 能否降临星海 不过眼看通天大圣 胸有成竹的模样 就可以知道 眼下的情况 林峰的星海之门 多半无法开启 眼前的局面 如果林峰本尊无法降临 那么在此地的玄门天宗众人 看起来都是在劫难逃啊 刚刚到手的神舟顶还没雾热 就要说再见了 而林峰的星海之门 也很可能会失落在星海之中 不管是通天大圣 还是太虚冠众人都不会客气 必然要趁着星海之门再次开启之前 将之夺取 通天大圣此刻 就冷笑着看向林峰 看着玄门天宗众人 仿佛一艘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小船 想要本族主的星海之门 玄门之主 这次是你要将星海之门留下才对 通天大圣咧开嘴 露出尖锐的獠牙 星海是我妖族的星海 你一个人族 如何能占据星海之门 既然你们多多相逼 那本族主就舍了星海不要 也要把你们埋葬在这里 得了你的星海之门 也可弥补本族主的损失 逐渐孔雀和穷奇 此刻虽然也被星海暴流波及 不过毕竟身处外围 伤害要小得多 都还可以勉强支撑 一个个向着更外围挣脱 他们看着被星海暴流 困在中心处的林峰师徒 也都微微感到快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309章 此前试图围杀林峰师徒 抢夺星海之门 却险些被反杀 最后只能落荒而逃 让一众大妖们都感到郁闷不已 心中是愤恨难平 若是面对林峰本尊也就罢了 但进入星海的 分明只有林峰的两具分身 还有他的几名弟子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六角大圣被两仪生灭阵斩杀当场 通天大圣出手去救 都没能救回来 横行天荒 满手鲜血的天狼大圣 被林峰硬生生挖去一眼 便是诸间大圣 为了对付林峰的两仪生灭阵 也被迫用了压箱底的绝招 大幅度损耗自身元气 他这些年来投入天魅大圣麾下 虽然低调了许多 但从来都不是什么善茬 西年凶名也是响彻天荒广路 和神州浩土两界 屠戮无数生灵 其天赋神通极为恶毒 被其妖剑所伤之人 非死即伤 就算当时不丧命 伤势也绝难恢复 因为这个原因 有时候便是一些实力强过他的对手 都不愿意跟他死拼 以防被他妖剑所伤 近些年来虽然名声不显于外 但朱坚大圣也是蛮横惯了的人物啊 便是天魅大圣麾下 天郎大圣有些时候也要让他三分 但就在不久之前 他却被林峰师徒打得是丢亏弃甲 落荒而逃 这让朱坚大圣如何能不狠 此刻 朱坚大圣看着林峰 人脸面孔上 唯一一只眼睛中光芒闪动 嘴里牙齿不停摩擦 选门之主 你也有今天 若非眼前星海爆流粉碎虚空 容不得他分力量 朱坚大圣都准备弯弓搭建 和星海爆流一起攻击林峰师徒了 孔雀大圣和琼琪大圣 一边抵御星海爆流的力量 一边也在看着玄门天宗众人 好 很好 上次北风海里没有轰死你们 这次荒谷星海里 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抵挡 这些年来 琼琪只觉得今天的心情 最为舒畅 如果一定要说遗憾 那就是 这场星海爆流是由通天大圣引动 而非他引动 不能牵手将林峰等人诛杀 还是让琼琪大圣感到不够尽兴 只是那玄门之主的分身罢了 分身被灭 不影响他的本尊 孔雀大圣 邪逆了琼琪大圣一眼 淡淡地说 不过也确实灭了此聊器也 这些年来 他尾时太过嚣张了 他性格高傲 堪比龙足 对于此前被林峰师徒击退 同样是耿耿于怀 琼琪大圣 咧开大嘴 争鸣笑道 殿氏分身被灭 也是那玄门之主 遇到过的前所未有之挫折 更何况 他本尊不在这星海里 他却有许多弟子也在这里 此人一贯户短 对其门人弟子爱护有加 这一下子 全葬送在这里 怕是要让他痛彻心扉 比损失两个分身 还要来得痛苦 这才是最让我感到痛快的事情 啊 朱坚大圣和孔雀大圣文言 也都点了点头 不错 七门人弟子 尤其是八个青传弟子 确实都是玄门之主的心头肉 别说死几个了 就是伤了一个 玄门之主恐怕都不会无动于衷啊 穷奇大圣的目光 死死盯着林峰和他身旁的 十天浩宇汪林 咬牙切齿地说 他以那座法阵和那件法宝 组成天地之势 力量颇强 面对星海暴流 也可以支撑 但我不相信他能一直撑下去 他有力量防御 反倒是最好 这样一来 即便死了 也不会彻底毁在星海暴流之下 等到星海暴流平息之后 若能寻到其尸寒血肉吞噬了 必然是大补 穷奇大圣全身 刺猬一样的毛发根根竖起 双目之中满是穷凶极恶 和狠毒贪婪之色 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两一生灭阵 与神州顶组成的天地之势 在狂暴的星光洪流 不停冲击下 开始动荡起来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崩塌一样 太虚冠众人 在浩天静静光庇护下 虽然比穷奇大圣等妖族 更加靠近星海暴流中心 但也还能支撑 看着正处于星海暴流中心深处 在星光冲击下 渐渐开始不知的玄门天宗等人 正义 玄林和蔡凤舟 也都集中了注意力 蔡凤舟沉吟着说 大洲皇朝反映过来的信息 他有一块骑石 可以临时破开界域通道 不知有没有被他的分身 带进星海来 玄林道尊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在星海暴流的环境下 能否使用还不确定 如果能用 他倒确实有几分 逃出升天的希望 不过玄门之主 自从崛起以来 还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挫折 这次卑鄙落荒而逃 也刮下他一层脸面 而且神舟顶和星海之门 他能否带走 也还是两说 眼看着两仪生灭阵 和神舟顶共同组成的防御 越发动摇 通天大圣在蓝光笼罩保护中 力声宁笑 你的弟子 斩了云光六角的嫡孙 本族主先前没跟你计较 你倒当我太古摩原一族好欺负了 竟然连云光六角都斩杀了 本族主若是不能为六角神侯一族做主 还有何颜面 继续做这太古摩原一族的组长 林峰本来一直没有理会通天大圣等人 而是专心致志 送出一道又一道法力 接触揣摩星海暴流 听到通天大圣这句话之后 他转过头来 突然一笑 过了今天 你更没有脸做你的组长了 要不要提前考虑一下 继任者选谁比较合适啊 太古摩原一族 也由诸多分支组成 通天摩原 朱燕摩原 灵级神猴 六角神猴 九幽鬼猴等等 彼此之间呢 也未必全部都和睦融洽 例如朱燕摩原和九幽鬼猴之间 就不怎么对付 新年林峰和十天号师徒等人 赴天荒广露 遇见了朱燕大圣 虽然知道 十天号斩杀了六角大圣的嫡孙 但是朱燕大圣也没有太过强烈的敌意 但是 通天大圣却不得不在意 因为他是整个太古摩原一族的当代族主 被所有元族奉为公主 更何况 六角大圣一直是他的心腹铁杆 于清于理 他都要为六角大圣主持功道 此前林峰赴天荒广露之时 通天大圣没有动手 已经让太古摩原一族中其他人有些微词了 只不过通天大圣威望极高 底下人有些许的不满情绪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而且林峰与金蝉子昆龙王一战 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妖猴们不好多说什么 通天大圣追踪金蝉子 也并非全无收获 汇集元族众多枪者 但之前在荒谷星海中 被林峰当着他的面 斩杀了六角大圣 这就让通天大圣颜面大师了 六角大圣除了是六角神猴一族组长 通天大圣的心腹铁杆 其本身也是兴魂合一境界的大妖啊 这样一位元族强者死在林峰手上 通天大圣如何能不愤怒 方才算计龙族 通天大圣还能压下火来 之后林峰和正义道尊 竟然不约而同 将目光转移到他身上 顿时让通天大圣怒不可遏 直接引发了星海暴流 星海暴流发作 他的位置和林峰一样靠近中心 便是有吉黄移宝 其实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 通天大圣也是发了狠 自身冒着风险 也要让林峰吃个大别 毕竟此前 通天大圣本人也没有进入过星目 没有面对过星海暴流 没有验证过吉黄移宝 是否能够保护住他 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搞笑玄幻多人有声剧 史上第一组视野 作者八月飞鹰 主播穆扬 后期制作叶子 第1310章 让通天大圣感到万幸的是 虽然也如履薄冰 但吉黄移宝营造的防护 还是让他成功在星海乱流中安身 自己的星海之门也可以使用 只不过 通天大圣此刻也不敢做什么动作 无法攻击 只能在一旁静观星海暴流 冲击玄门天宗 但是星海暴流确实没让他失望 在仿佛宇宙星罗连环破灭的 万千星光撑击下 林峰两仪生灭阵与神州顶 组成的联合防御 越发动荡 已经摇摇欲坠落 这层防御一破 那圈林峰自己或许还能支撑一下 但十天号汪林等人 却是无法抵御这强大的天地之威 蔡凤舟看向正义 正义士说 要不要帮他一把 玄林道尊默然说道 星海暴流现在还在巅峰状态 我们帮他 有可能拖满浩天境的恢复 帮他可以啊 神州顶和星海之门 他必须叫出来 正义道尊没有说话 但在朦胧静光笼罩下 向着星目中心迈出了一步 一步之后 正义道尊遍及止步 但他的动作 林峰和通天大圣都注意到了 通天大圣 星红的双眼中 胸光闪动 虽然没有言语 但正义道尊的意思 林峰自然明白 他静静看了正义道尊一眼之后 便即收回视线 没有任何回应 见他这样 正义道尊神色平静如常 目光越发幽深 便也没有了下一步动作 开始仰精蓄锐 静候星海暴流平息 然后集中力量 和通天大圣 争夺无主的星海之门 通天大圣健壮 心念一转 就已经明白其中奥妙 顿时心头无比快位 玄门之主 到了现在 你还死硬到底 如此高傲 那再没人能救得了你了 你斩杀云光六角 本族主就灭了你这两个分身 你一贯庇护骄纵你的弟子 本族主 今天就将他们尽数击杀在这里 虽然两一生灭阵 和神州顶组成的天地之势 在星光下崩溃之势 愈演愈烈 但林峰神色平静依旧 还有余霞发出一道又一道法力 林峰不断揣摩研究其中变化 虽然星海暴流极为暴虐纷乱 但林峰仍然把握住了其中一些细微变化 听到通天大圣的挑衅 林峰转过头来看向他 不是没人能救得了本作 而是本作不需要别人来救 很遗憾 通天 过了今天你就会发现 你更没有颜面坐在元族之主的位置上了 你要不要现在考虑一下自己的继任者选谁比较合适啊 本作觉得朱雁大圣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动静 应该是继续历劫 向着末法之境冲击了吧 有了金铲子的血肉 想必会比原先容易得多呀 朱雁大圣若是成就末法之境 也有了接你位置的资格 你以为呢 通天大圣蹬着一对血红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林峰 强迫自己保持理智 吉皇以宝也只能勉强保护他 他若是自己轻举妄动 那护身蓝光一破 立刻也会受到星海暴流的攻击 诚如林峰所言 朱雁大圣确实正在向着末法之境冲击 大千世界五年前 林峰断了猴子头上的紧箍咒 猴子追杀金铲子 将金铲子打成重伤 通天大圣和金鹏大圣也一起贤尾追踪 捡了金铲子一些便宜 金铲子的血肉有助于大妖利捷 通天大圣后来也分了一些给朱雁大圣 虽然有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 但朱雁大圣若是成就末法之境 对于整个太古摩元一族的力量 都是一种提升 所以通天大圣还是没有藏私 但是现在此情此景 被林峰调侃 本就心头火起的通天大圣 怎么听怎么感觉刺耳 你就在这里先考虑考虑吧 考虑清楚 稍后你若是有命返回天荒广路 直接交接就可以了 省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轩门之主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大言不惨 本族主想要返回天荒广路 随时都可以 说着 他拍了拍自己旁边的星海之门 不过 你能否返回神州浩土 那可就很难说了 或许你不心疼自己的两个分身 那 那些随你进来的弟子门人 也要随你一起死在这里 你又 心不心疼啊 你莫非是在故意激怒本族主 让本族主失去冷静 脱离化身宝光 主动攻击你 然后 谋求本族主 也在星海暴流中给你陪葬 本族主本来是很愤怒 但是看着这些年来 骄横无几的悬门之主 沦落到要空尘口舌之力的地步 本族主突然就不生气了 本族主现在就放宽了心 看着你被星海暴流毁灭 然后轻轻松松 收取你的星海之门 林峰看着通天大圣 视线也扫过幸灾乐祸的穷奇 朱金和孔雀 扫过漠然视之的正义道尊等人 徐徐摇了摇头 他的视线最终重新落在通天大圣身上 淡漠地说 哎呀 无知不是错 但不懂装懂 却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了 无知之人 最好的选择就是闭上嘴巴保持安静 否则 丢人现眼的是你自己 林峰说着 手掌一翻 手中突然出现一枚玉石 通体晶莹剔透 外表看起来平凡无奇 额卵大小 静静落在林峰掌心 看见这枚玉石 正义道尊 玄林道尊和蔡凤舟都心中微微一动 这就是梁盘诸红武君臣 曾经见过的那枚 可以破开介遇空间的灵石 星海暴流的环境下 此宝仍然可以破开介遇通道吗 蔡凤舟喃喃自语 星海暴流的险境之下 又非本尊在此 能够全身而退 也足可以自豪了 玄林道尊则看向正义道尊 师伯 那星海之门和神州顶 要设法留下 林峰看了太虚冠众人一眼 淡淡地说 瞧你们神色 认得此物 看来梁盘诸红武这对君臣 告诉你们不少事情啊 星海暴流对于空间的影响太大了 便是此宝也没有十足把握 可以在当前环境下 营造一条稳定离开荒谷星海的通道 但是 谁说本作这就要走了 林峰轻笑一声 感谢这场星海暴流 从现在起 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突然一拍头顶的神州顶 聚顶之中紫气沸腾 突然喷勃出大量的璀璨星光 吃 林峰低贺一声 手中破解石散发出一阵无形无相 似有环无的法力波动 从神州顶中喷勃出的星光结合 然后一起灌注到了身旁的星海之门上 星海之门仍然没有开启 但是却轰然震动起来 林峰手掌摊开 掌心处出现又一样东西 却是圆盘一角一块碎片 一看见这块碎片 通天大圣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这碎片源于西年金蝉子手上的一枚圆盘 之后破碎 碎片四散 其中一块落在了林峰手中 而那枚圆盘 也是极黄神渊所留的宝物 金蝉子当年甚至凭借此宝 动荡过林渊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